罗东政长候选人林士奇竞选再出奇招 特别推出了我爱罗东零四七T恤 用小额目款筹募竞选经费 并也承诺选举结束之后 会把结余款全数捐给联合圈募基金会 希望热爱罗东这片土地的民众 能够穿上这件衣服当他的后盾 我爱罗东零四七 红的黑的绿的以及橘红色 四种不同颜色的T恤 写上我爱罗东零四七几个大字 透过年轻世代的族群代言 希望号召更多人一起来支持林士奇 今天我的建设团队来发表 我爱罗东这件T恤 主要的目的 我们是方面 我们要来跟罗东同学说 我爱罗东不是一个口号而已 是真的 对我们这片土地的爱 跟未来的环境的狭妄 所以稍微做到来发表 这个竞算的T恤 很方便是因为 我的竞争的对手 有很大的这个行政主管 可以运用 也很有财力 财力很好 所以这个竞争的行政就像小虾米 对抗大金鱼 一样 所以我们借到这个T恤 来小额募款 希望我们的乡亲 来穿这个T恤 来做世纪的欧盾 在罗东顶 在我们宜蘭 可以来做世纪的欧盾 另外这方面 我们也希望 穿我爱罗东这个T恤 来 这一步来收口 我们罗东 过去这四五年 会建设和发展 和未来的需要 的建设和发展 我们在这里要选择 真真真正的 有点建设和发展 会好选择 所以 希望我们所有的 同情事业 可以来收听 来 把小企业 到三天 小额募款 一额五百块 我们为了照顾做生意 为了来做社会公业 我所有的募款 在这里 建设完 然后 所有的结余 我要关注 我们联合全幕基金会 来做社会公业 爱心的方法 没有行政资源 没有经费 在年轻族群 以街舞展现 林士奇团队的热情活力 林士奇表示 我爱罗东 不只是一句口号 他们希望 透过这一次的选举 换起乡亲 重新审视罗东 这四五年来的 发展现况 穿上我爱罗东 T恤 成为林士奇的后盾 挺林士奇 也挺公益 宜兰新闻记者 黄文淑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